肝病人应该不要吃什么 嗨,大家好,我是Dr.Rebecca 今天要跟你分享什么呢 今天要告诉你 怎么样能够肝病人应该不要吃什么 因为很多肝的病人都问我 他不应该吃什么 这样什么东西要不能吃呢 肯定的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肯定的就是酒 酒肯定都能喝咯 怎么可能可以肝病人喝酒呢 因为酒本身就已经能够损掉肝的 肝细胞很多坏的都是因为喝酒 所以有说有酒病 因为酒而引起的肝病 这是很普遍 而且这个是很危险 到后期的时候都会严重的 是很严重的 所以这个肝 到底有些人问我到底应该怎么样 是可不可以喝一些酒 要看哦 如果你的肝不错的话 很健康的话 你觉得很健康的话 你可以喝一些啦 但是我跟你讲 一般上都不是很好的 有人说在他们的研究 可能一个250ml 4%的这个酒精的 最多能够多好 一个星期不能够超过10杯的 OK 一天肯定就是要少过一杯 如果真的要 一杯 而且如果真的要两杯 就要分开来喝 OK 所以你看 他其实不能够喝这样多 250ml 如果以Visity 更少 25ml OK 是不能超过的 不能超过 但是这个是给一般健康肝的人 如果肝有问题的 肯定是不能够喝啦 OK 只有肝有一些问题的 就不应该喝 其实我觉得 但是喝这一些的 有些肝 以为没有问题的 都有问题 这样喝了这么多 都会引起肝病的 这是很危险的 那第二个呢 我会说 不要吃太多酸辣的食物 因为酸辣的食物 为什么不能吃太多呢 因为它本身 酸辣就会影响肠末 大肠 我们的食道 整个的这个内膜 所以这个内膜被刺激到 而会减少那个分泌 OK 或者有时候会 不变得不平常 太多的分泌 都可能发生的 所以呢 本来一个 肝有问题的 它整个的消化 都会有影响的 尤其在油的消化 OK 油需要肝分泌的这个胆汁 才能够消化 但是肝有病的都很难的 都会有 对油的消化有问题 如果在刺激这个年末的话呢 肯定问题上加上问题 所以它整个消化 就会更加的严重 把事情弄得更糟糕 OK 那么第三个呢 我会说 尽量不要吃那些太粗糙的食物 粗糙的 比如很粗糙的面包 很粗糙的东西 很粗的 有很饼干 其实都不应该吃的 为什么呢 因为很粗糙的食物 吃进去呢 因为你知道吗 当肝 尤其肝硬化 肝有 严重问题的 它的那个静脉啊 门静脉 有个静脉 门静脉啊 是会扩张的 而且会 会 会 曲张啊 变 扩的 而且很容易爆啊 所以呢 还有靠近那个 那个胃的 那个静脉 也很多时候都 曲张 所以这样子的话呢 如果不小心 伤到的话 太粗糙的 伤到 它很薄嘛 伤到它出血的时候就麻烦了 而且肝病的人啊 我告诉你 它的这个血的凝固啊 因为它有一个凝固血的分子 是从肝制造来的 如果不够的话 它就很难止血了 所以为什么肝病的人 有时候它们会有 无情无情 这是因为 它的凝固 血的凝固的能力比较差了 OK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肯定不觉得 肝有问题的人 不要吃高蛋白 高油 OK 高糖的食物 这三个都不能够 油也不能高 蛋白质也不能够 糖也不能够 为什么呢 因为呢 肝有问题的人呢 它的整个代谢 这些问题 这些食物就有问题 好像蛋白质 它需要 那个蛋白质 它需要转换嘛 肝里面可以把它转换 这个氨基酸会转换 成为这个蛋白质 但是肝有问题了 你吃高蛋白的话 它很多时候转换不来 对身体是有毒的 那么呢 如果太多的糖也不行 因为它需要转换才会干糖 如果转换不到的话 很多糖就在血里面 就会糖尿病 油也一样 因为很难消化这个油 所以整个转换会变成一个问题 如果变成一个问题 当你吃进去 对身体是破坏的 所以如果肝问题的病人呢 一般上我都会要他们吃 很好的消化酵素 真正的吃消化酵素 还有吃这个生露细胞解毒 来解干毒 让它能够真的解到干毒 那么至少解掉呢 干细胞比较能够正常 当有正常的时候呢 如果可以救活他们的话呢 它就比较可以function 比较能够工作 所以这个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觉得要记得干有病的呢 你要管好你的嘴 不能乱吃的 因为吃乱乱吃会造成很大的问题 还有最后的告诉你 所有的食物你吃 包括农药 因为很多时候很多人吃农药 吃鱼 吃这些都要解毒先 才能够吃进去 因为里面有很多的农药 很多的防腐剂 对干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破坏 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 也不要随便吃药 它是很不好的 OK 好 这个希望能够帮到你 好 我们再见 别忘记分享给你的朋友 因为他们也需要知道的 好 谢谢 我们再见吧 我们再见